Odia Jungle 大代庄,相传,明初,开国功臣刘伯温出游至戴瑶,担心此地再出能人,与诸室争夺江山,下令在戴瑶早景七十二眼,建瑶七十二座,破风水,从此,戴瑶就已生产砖码文明于世,然而,在戴瑶辉煌的瑶文化之前,这里还深藏着一处更为久远的史前文明,这便是东谷遗址,本期城市,将带您走进东谷, 探寻此处的远古秘密,遗址见戒东谷遗址,位于兴化市呆瑶镇,古牛村,东谷自然村东北角,四周环水,面积约两万平方米,主要发现为成片状分布的两主文化遗存,采集物主要是石器,有石岳、石浮等,与长州五近四吨遗址,无锡秋成吨遗址出土的石岳,十分气形相同,年代因为两主文化晚期, 2009年,该遗址被新化市人民政府,公部位文物保护单位,村民河里挖出史前石器,2008年10月,一位东谷村村民,在村后的河里挖河泥,无意间挖到一两件石器,也没太在意,后来,他又陆续挖出好几件石器,其中有几件较为完整,他就拿回了家, 2009年春,村里来了一位收古董的人,看了他的几件石器之后,当即表示愿意收购,但由于价格问题,最终没谈妥,史前石器收古董的,人一看收购无望,就跑到镇文化站告发。 第二天,文化站安排工作人员史进前去调查,村民以为史进也是收古董的,于是便拿出一块白石给史进看,还神秘兮兮兮地说,如果将白石放入水中,一会就会变得必虑必虑的。 史进当时怀疑,这极有可能是一件两主文化石器的玉器,于是亮明身份,后经多方多次劝说,村民最终答应将这块白石,和另外十几件石器,一同交给新化博物馆,经过权威专家鉴定,该批石器为新石器晚期的一组石器。 史前石器,201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准备对东谷遗址进行挖掘勘探,后来从保护遗址的角度考虑,最终还是放弃了,也许让它继续沉睡在这里,就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东谷遗址填补一研究空白村民挖道的石器,共有十一件,经鉴定,这些石器分别为新石器晚期的石斧,石奔,穿孔石月等,造型优美,表面光滑,镂孔精致,其中,有以那件穿孔白色的石月最为完整,精美。 该石月的平面为丰字形,放入水中后,颜色确实能有白变绿,石前石器其他石器虽已打制成形,却未经磨光的,大多为青色或青灰色。 这批石器的气形与五进四吨,无锡秋成吨已指出土的石月,十分相同,可以判定,该遗址距今约四千年,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两主文化晚期。 当年,南京考古专家在现场查看后,增兴奋地说,两主文化由南向、北迁徙,到底是从海边走,还是从内陆走的,以前并不知道,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让我们将目光放远。 由此连同西北方向的宝印的水寺、复宁的亭池港、陆庄等两主文化遗址,以及相距不远的新化奖庄、江燕丹唐河遗址,我们不妨大胆推断,两主人的迁徙脚步,正是从海边进行的。 海安清敦、江燕丹唐河、新化张国奖庄、戴瑶东谷,正是两主人向北迁移中的重要一链,根据这些文物遗迹,可以推断。 在四千年前,戴瑶这片土地就已成路,两主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同影响着江淮东部的文化,它们各自创造的文明火花,得以在李夏河地区得到碰撞,并在新化这片土地上,留下它们存在的印记。 东谷遗址的发现,印证了李夏河地区为南北文化教会之所的说法,对于研究两主文化的迁徙路线有着积极的意义。 东谷遗址一直以来,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相对于南京、苏州等城市,泰州的历史要短暂些,但近些年泰州考古发现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让人对泰州的历史另眼相看。 从1990年起,短短二十余年内,新化隐山头、江庄、南荡、东谷等遗址被相继发现,连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的江燕丹堂河遗址和古海陵境内的海安清敦遗址,海陵大地上现已拥有六处史前文明遗址。 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有机的连接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一篇泰州史前文明源头的华美篇章,这些已经逝去而又在无意中被揭示出来的远古人类生活遗迹,让我们再重新认识着泰州这座城市的文明根源。 我们感谢那些为地下泰州的揭示和发现付出辛劳的考古学家和发现者,是他们带领着我们穿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翻开五千年文明留下的尘封书卷,揭开地下泰州神秘的面纱,一同探索历史的本源。 新闻一家一遗址附近竹园内,多次发现迷路化石,位于遗址东谷村西南不远处,有一处东谷竹园,竹园深处,也掩藏着更多的秘密。 一位名叫韩德翠的当地文保志愿者,曾在这里捡到一只鸭化石迷路骨,后来捐给了大封迷路保护区,而在此之前,这里的村民就曾有捡到迷路骨的。 1970年,在带瑶花园村民开挖生产河时,两三米深处挖到一只鸭骨,当时村民认为是龙骨,被一抢而空,后来发现是鹿角化石。 1985年秋,带瑶砖挖厂,在东山村开挖河道时,与两三米深处,挖出一些老树根样的东西,村民便拿了一根回鹊当柴火烧,结果放在草堆上几年,拿铁锯子也锯不动, 又发现是白的,才知道赤鹿角化石,在东谷仙人到来之前,有没有迷路先于人类在此生活呢?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在古海陵大地,迷路曾是这里的第一批主人,一旦这里成为陆地,应该就会有他们的身影。 那么,东谷仙人们会不会也如海安青敦仙人一样,临水而居,种植水稻,与迷路一起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呢? 随着将来考古的进一步挖掘,东谷之谜将会一一被揭开,泰州日报公稿使进攻图为大泰州悠久灿烂的文明点赞。 请不吝点赞。